中國暫停進口臺灣鳳梨之後 我們政府力拚外銷市場 新加坡就成為了轉單的選擇之一 然而現在傳出臺灣的鳳梨銷到新加坡 這切開之後出現了裡面是黑色 也就是所謂的黑心的狀況 針對這樣的情況 農委會主委陳吉仲也表示 這應該只是少數的情況 會嚴格的要求產地加強標準的 檢驗作業程序 壽司店掀起的鮭魚之亂 不僅引發改靈潮 還爆出了壽司米飯 沒吃完的浪費風波 農委會主委陳吉仲的看法很特別 表示鮭魚是進口魚類 建議民眾要吃國產的 還笑說農委會副主委陳天壽也要改名 針對漁產能開玩笑 但講到鳳梨可就嚴肅了 由於中國禁止進口 臺灣鳳梨 自己鳳梨自己救 除了國內買起來 農委會也積極轉單到其他國家 但新加坡台商卻投書點名 笑到新加坡的鳳梨 有黑心跟不甜的狀況 品質十分不穩定 目前臺灣鳳梨主要外銷市場是日本 新加坡跟香港 但上週國台辦再提到臺灣進口鳳梨 又發現芥殼蟲 成吉仲也再度成期 經過防檢局全面檢測果園 並未發現芥殼蟲存在 要捍衛臺灣鳳梨清白 而近期臺灣漢象持續嚴重 農業灌溉用水大缺 陳寅仲也表示 將在週五公布相關配套 要幫助農民走過這場漢災 華時新聞 蘇文章 舒明 臺北報導